大家好 等了那麼久 終於來到Like這季後賽的第一天賽事了 大家是否等得很心急呢 難怪一組已經有大批球迷在外面等候 場面非常之虛陷 今天我們將會有兩場賽事 首先是男子19歲以下組別 霸王對天火 緊接之後就會是超級組的 南華對魚丸 那邊阿絲和天火的教練 阿達Sir正在做訪問 我們一起聽聽他們說什麼吧 很開心很榮幸請到李達成教練 和我們做過訪問 你好 請問你可以在短時間內 將新的球員一起融合 最主要是因為新的球員的風格 和我的隊伍很接近 所以我在季前賽的表現的時候 就直接立了他們的球員 配合我們的球員發揮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聽完天火隊教練的部署之後 不知道球員還不做到教練的要求呢 我們不如看看容易的客人的賽事 我們不如看看容易的客人的賽事吧 但他們可能是 Loren 順暖得太苦 骨頭燈 教練 球隊現在都在下落電 接下來下半場會有什麼部署 因為還市場內線發揮得不是proof 我打算下半場 看看能不能利用莫嘉豎的威力 把球放進去放多點 看看可否做一些Inside-O的工作 令到外線可以發揮 謝謝教練 看看他們可否做到這些部署 反敗為勝 Yay! 對 剛剛霸王就以84比80反正我天房 緊接著的賽事就是超級組的南華隊員 咦 這場球有你喜歡的萊爾婷 別說那麼多 立刻去看球 開球 你覺得你剛才打成怎樣呢 剛才開頭那時可能南華用一些較年輕的球員 所以開頭我們防守那裡做得沒那麼好 但是慢慢換回阿楊那些出來的時候 他們的南華有功夫 所以變成被他們反超前班 但是我們本身球隊剛剛有重組過 所以大家的默契都有待改善 謝謝你的訪問 好了 我們剛剛聽了霸王說自己的表現之後 不如我們嘗嘗聽羅耳婷的表現 這次沒想到自己還可以打Likini 因為19歲已經是超齡 這次Likini再搞也搞不早 所以好好出色這場比賽 在剛剛完了的超級組賽事當中 南華就以97比71贏了圓圈 而明天還會有四場賽事 分別就是牛仔對西牛 人英對獨角獸 超頻對翼鋒 還有最後的菲菲對福傑 那麼緊張的賽事大家不容錯失 記得明天四點準時來到球場 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就繼續留意我們的報導 拜拜 拜拜 拜拜